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上期节目里 我们共同回忆了那一段让人刻骨铭心的公众记忆 并且在一年之后再来理性地回望当时沸沸扬扬的捐款门事件 当事人究竟经历了怎样的心路历程 一种说哎呀很替我惋惜说你看这王石英明就这么毁了 就给毁了是吧 当然还有一些朋友呢就说你怎么道歉呢 你不是挺好的我们觉得你这帖子讲的特别好 反正你说你这道歉就好你不完美了 铭记过去面向未来 企业的公益角色又该如何良性互动 而作为企业家这个角色 王石又是如何看待万科在持续24年的高歌猛进之后 首次出现负增长问题 他又对拐点论之后的行业走势有着怎样的判断 并如何回应百姓关心的房价问题 更多精彩内容马上放送 张道先生到财经也轻松 欢迎回到波士堂 我们今天请到的是万科董事局主席王石先生 欢迎 刚才只是回答了一个捐款门的问题 其实对万科来说还有很多问题不能回避 比如说降价门 我听说有一些同行都说 大哥 我们同意你的观点论 但是求求你能不能别在媒体上说了 那这太不够了 对 我说也不是我说的 媒体也是他问我 我不能说不说 这等于带头大哥把那些小弟们都给玩了 怎么办呢 因为我对同行来我讲得非常清楚 我说这个价格是维持不住的 而且是东南亚进入风波 之后的香港 新加坡 整个东南亚的这样的房地产情况 日本的泡沫破灭之后连续十年的房地产的惨况 就告诉他们中国这样连续涨了涨 它不可能避免 大家都不听 大家都不相信 现在这个情况又出现了所谓的小阳村 现在业绩还是有个说法 说从大事来讲 还是小压一下再会弹起来 你怎么看 我不这样看 我对基本的看法没有 货币中的现在货币流动过剩 现在是过剩 你怎么看现在 那看看五月份六月份下半年怎么样 所以这个是还要不能一概而论 但是作为万科来讲 我非常明确的 我们更多的不是解读政策 而是我们来讲就是如何防范我们的风险 我们如何假定它市场最糟是什么情况下 最好是什么情况下 我们应该采取什么策略 我来问问这个法庭 现在可能是万科面临的 就是你铺开了 还是关于每个产品的质论 那我有幸在以前的公司 帮万科做过这个阑珊的 和杭州我也去过跟南都的事情 好像从以前的 我觉得都很稳健的公司万科 很清楚知道做什么 在具体运营层面 好 这年轻人压力很大 心也很急 这个质和量就在你战略上 是从现在开始往后是怎么样的走 那毫无疑问 值是排第一位的 量第二位的 但这个还不能说明问题 值是你的一个目标 量值是你的一个结果 就往往我们会发现 我们EMBA NBA 讲的ABC 大家都非常非常清楚 但如何去把握的时候 也会出现问题 但不管怎么说 借这个机会道歉 无条件向你消灭道歉 确实我们在2006年到2007年 我发展过快 从200亿就跳到500亿 所以显然呢 就是你经济哲学怎么回事 就像你刚才说的 显然你的项目多了 你的团队就被稀释了 你的年轻人呢 又想乘一份作为 所以压力就非常非常大 上市公司又有它的 利润的指标的要求 我曾经我喜欢电 我买了这个 Ebbson的一款照相机 不慎呢 我航海 沾上海水 湿了电路 烧坏了 委托到日本去修 就很快回来了 就告诉我说 你修不修 我记得我买的那个是 是21万日元 当然要修这个机器 19万 我说买一架新的 就要回去了 又过了一个月 我委托人又回来 很为难 他说那个修相机的师傅 意思说 建议你还是修那个相机 我说他没修 没修相机了 他说没有 我说没有 那你不买一架新的不完了吗 他说那个修理师傅说了 说你当然可以买一辆新的 说你买一架新的 说那是一个新的生命 这个相机呢 它就像人得了大病 你说如果把它修了 它还可以使用 我说啥都别说了 修 所以我是不同场合 我在我跟部下 就讲这样一个质量 就是把质量 不仅看质量好坏来讲 就当成生命一样对待 但是无意当中 无意当中呢 我现在意识到 为什么我们一线压力那么大 一线为什么拼命地上量 我讲过这样的话 我说我们不仅是第一 第二第三个加起来 也没万可多 实际上你这句话 你无意当中说了 对付下面可要听啊 说我不掉第一 我还要是第二第三第四加起来 你王师傅也讲了吗 第一第二它只是一个结果 这实际上总结过去的08年 我真正的我要检讨 要总结的是这个 我在流浪 还是我们中国人这样 求大 求量的这样一个训练 其实这个问题 我也想跟我们的观察员 和王世佳一去探讨一下 就有人也提出这样一个观点 说差不多一家中国的民营企业 当它的销售额达到 四五百亿的时候 这时候可能会是它的命运 很多企业倒在了这个之前 五百亿是个坎 我们过去我们和华为比较了一下 当然华为现在规模比万科大了 它不上市 但是我们比较了一下很有意思 就是我们曾经得以 万科的增长有条曲线 叫波菲纳切曲线 什么意思呢这条曲线呢 就是后两位数向加 等于现在的数 也就是一二三五八 十三十八 就是这样的 速度 不是这样一个速度 差不多平均符合增长 35%左右 万科连续十年是这样一个 这个波菲纳切曲线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在自然界 增长最完美的这条曲线 这条曲线呢 就相当于我们看的 那个贝壳上那条曲线 就是波菲纳切曲线 而波菲纳切再倒过来一除呢 就是黄金分割了 黄金分割 这个是很奇妙的 我们增长到2007年 违背这条曲线了 05年是110亿 06年呢 是200亿 是吧 应该07年呢 是320亿 结果我们光机520亿 一下就违背这个增长 是翻倍的上去了 结果08年负增长 那我们再看华为 华为每天是要曲线 包括08年在内 一直是按照着 飞波纳切曲线的增长 所以08年它 金融海啸 整个影响 它还是这样的稳定 王世先生 您是很早就注意到这规律 然后对下面有一个要求说 咱们别太快了 也别太慢了 就按照这个曲线走吗 还是最后回过来一看 哟 我们哪一点做错了 不按这个曲线走 就真的比它慢 不能比它快 好 我认同 轻松点的问题 比如说一个 万科是很好的一个品牌 任何的品牌都是神行兼备的 有它的神 有它的行 我就非常想从您的理解 万科的行是什么 神是什么 我没有从这个角度来考虑 如果说是它的行是什么 它就是成人住宅开发商 提供住宅的 那神呢 我说对一个公司介绍的越短 而且大家都明白 这家公司是越成功 比如说世界最大的软饮料公司 我用了不用两秒的时间说了 大家都知道 只能是可不可不 但是中国的企业 你会发现很赚钱 但可能20分钟收不清 这个企业放就不 我说当然万科 没有那么伟大 但我可以用六秒钟来说清楚 中国城市住宅开发商 上市蓝筹股 受尊敬起 对不对 我那时候中国房地产开发商 因为我们广大农村的 那五一农民我没有涉及到 只是住宅 写字楼酒店什么都没有的 第二个上市蓝筹 说明它的性质 而且说明它是所纵商持有 第三个受尊敬 当然08年之后还受不受尊敬 现在是招的自己 最起码08年之前 它是受尊敬的 但是你说这个是不是神呢 显然也不是 那么它的神是什么呢 就是它不是说 仅仅就是一个开发住宅 实际上它是在表明一种 它的生命态度 在宣传推广一种生活方式 阳光 透明 规范 时尚 冒险 所以如果说它的神在这里呢 我将来一切都避不开了 就是你说你王氏和万科 什么关系呢 我在我身上的我的冒险 包括你现在让我在跳舞 我说我第一次在跳舞 那那你交情 那哪是时尚啊 改革开放到深圳里 我是跳过一段交集舞的 那个炭歌 但是那个街舞我不会 尤其现在在地上打转 也不会 但是我滑雪 Snowball 我单板 目前在中国大陆上 50岁以上滑单板的 四个人 是吧 现在目前在民间 驾着滑翔机的 不超过十个人 而且准备 明天再邓斯珠峰 2011年之后 准备还钱 还环球航海 所以这些时尚探险 我觉得他都得 在推广一种生活态度 你这种 当然本人那种 比如说不行贿 制度化 规范化 是更追究一些 普世的东西 比如说 社区的生活当中 一定来引导我们的 万科的业主 垃圾分类了 对他来说 这很自然的一个事 小燕我要问问你 你号称是钢丝吗 其实我是觉得有点 不真实 羡慕加上不理解 因为我觉得 那些东西太冒险了 反正就是 我认为这是男人的 这个喜好 当然我认为 当然都非常时尚 但是我认为 我自己肯定做不到 因为我觉得 都是特别冒险 完全可以去了 就回不来的 所以 就不知道 王先生怎么胆这么大 王先生已经不是 普通人了 我当然是普通人 我刚从台北的 YPO去讲演 就是登山当中 你最害怕的什么 我说最害怕我怕死 他们非常意外 我说谁不怕死 你以为当着我傻大胆了 我当然怕死 但是呢 你怕死 他就不死了吗 这是我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实际上来讲 实际上死和生 你没死哪来的生呢 生命不息 它是这样一个过程 那第三个你才来讲 正因为你怕死 你才珍惜生命 你比如说 现在都是人之间的 是速度越来越快 物质越来越多 但人的情感 人的联络却越来越隔膜 越来越远 但你进山之后 你四个人在一块 在帐篷里 即刻来讲 就是你发现 第一个物质短缺 什么都没 甚至短缺到氧气都少 你既然 大家都走到一块来了 而且你这个礼拜 过去 你能不能活着回来 你不知道 所以你说 你会非常坦诚 我记得当时 想的都非常单纯 我第一个想的 就是洗个热水澡 你想在那登山 一个月不洗澡 那是什么感觉 你想觉得 就洗一个水澡 坐在马桶 方便一下 多美好啊 你真的回来了 你热水澡一洗的时候 这时候你就感到 哎呀 现代文明是真好 你原来很忽略的东西 你分析它了 那你人人之间 你会发现 你会更大的一个谅解 现在人都很急躁 弄不到就要吵架 所以你们发现 过去08年 你和我那个心态 和我年龄有关系 也和我的登山 探险经历有关系 因为你在那样一个 民族的这样灾难面前 你个人那些荣辱 个人那些委屈 那算是 算是 所以 你 恰好来你 你会更珍惜生命 那珍惜生命怎么珍惜呢 你就非常认真的 过得你哪个阶段 你就知道 我说最后你40岁 那个阶段是不一样 你更多的应该是担当 你再抱怨下去 你离开 这个社会都不理解呢 这时候你更多的是 理解社会 讲到万科的未来 您对您的 续任的人的要求是什么 下一个万科的董事长 是什么要求 我没有要求 没有要求 就您一直待下去 不是 我当然要走 我怎么会一直待下去 我没有要求 实际上我在万科的作用 是可有可无 特别强调可有 因为可无呢 那我再拿着工资赖在这里 能够睡 所以我就知道 我可有可无 应该办什么角色 就是很多赖角色 该往后受往后受 不要来讲 再抢年轻人的这个镜头 王石淡出江湖的理由 是因为他觉得 企业要长远发展 一定要培养接班人团队 而与之遥相呼应的 是他的登山理由 这个中国人对登山运动 从文化上有一个抵触 叫做顶礼膜拜望山扬指 在你登山的时候 你上瘾的时候 你是不是觉得 你跟中国的传统文化 在挑战 确实这个骨子里 是有一种逆反的心态吧 挑战成为 不是不是挑战 就是觉得中国人呢 他这个就是比较内敛 是已经是这样 很成熟的民族 不愿意冒心 本人这个行为当中 确实有这种逆反 他说你不让我登 我非得去登 尤其是中国 尤其是上市企业家董事长 你说你为了股票 你也不能登 我说那我非得你股票 我什么都不能干了 那我就去 我说你也可以 也可以这样的理解 我说我只能去登山 我们要不是干什么 我离开公司 一个月 两个月 公司还正常运转 恰好说明 我这个公司呢 是规范化的 全球金融海啸 让身在前线的企业家们 纷纷调整发展战略 因全盘收购 IBM PC业务 进军国际市场的联想集团 就在2009年2月5号 发布公告 宣布柳传志 重新担任集团董事局主席 同样面临压力的王石 是否会坚持自己的定位 继续可有可无的状态呢 更多精彩内容 马上放松 万一 08年真的这关没过 这个很多人都呼吁你出身 我非常好奇 您的家庭的装修风格 是什么样的 然后能给您带来一个 怎么样家的感觉 我听起来这个家 完全是按照您的需要 和您的生活来设计的 那您太太在这个家里 她的空间在哪里 问政策找任志强 问市场找万科 24岁的万科 遭遇成长的烦恼 他能否再次领跑 下一轮房价 大哥我们同意你的观点论 但是求求你 能不能别在媒体上说了 58岁的王石 冬播之后 如何理解荣辱得失 与生命的意义 过去08年 你和我那种心态 和我年龄有关系 波士堂512周明记 从王石看中国企业家的 社会责任 精彩内容正在放松 波士堂由洪新梅凯隆 冠名播出 当道学人到财经也轻松 欢迎回到波士堂 今天我们请到的是 万科集团董事局主席 王石先生 柳团志老将出山了 说我还是得干下去 您呢 老柳来出马 我觉得这是他的一个 非常合适的一个选择 那对万科来讲的情况 是不大一样 我有时候 我如果不去登山 我在公司多了呢 我的管理层总 替我捏把汗 怕我又说出了什么话 所以实际上 我离开公司远一点的 反而他们更好的 更好的运转 那当然我们 他有一种极端的说法 极端的说法就是说 万一 08年真的这关没过 这个 很多人都呼吁你 你出身 你来来来来 还有奸西优 你什么态度 当然这非常极端 那种说法了 我说我不会 我说我不会 我说为什么呢 你出山没有 你何必 你再出山 对不对啊 那我们再看看 那你 好的 你出不出呢 我说好的又不出 为什么 因为 你培养这个团队 是制度化建设 是团队培养 十年之后 一直遇到很好 十年之后 遇到这样突然情况 它应付不了了 你出来应付 那我一个问题就是说 啊 好了 我要维持多长时间 我身体非常好 但我的工作生命 我没法独现 老年痣呆 忽然中风 在我身上也没法避免 所以无论万科 发生什么情况 我都不会出回 实际上08年来讲 对我个人 我觉得特别好 因为我以为 我以为我已经是 被这个社会肯定的人物 没想08年 啪打回言行去 因为我曾经 在万科20年的时候 2004年 我写了本书 叫道路也梦想 我在后半段 我曾经写过这一段 现在想到这一段 我现在 今年上就流汗 我写这样说的 我说万科在今后 没有什么故事 什么意思呢 因为伟大的公司 是没故事的 比如说麦当劳 有什么故事 可口可漏 有什么故事 没有 是吧 我以为万科 已经接近伟大公司了 没故事 谁知道08年才开始 这个故事才开始 您也说过这个08年 您是收拾起自己 所有的自大 对 是 让自己重新来 认识自己 是老几 就我想起马克思的句话 说一切价值 最后都换原为时间 你们之后时间 可以证明很多东西 在听你当中 我就老想一个字大 我发现你去的山大 去的水大 然后对生命的理解 也蛮大 你讲的东西很大的 很多东西看的比较大 所以这也是可能成就了 今天我们坐在这 跟您在这聊 怎么成了表扬我 您应该PK我 小燕 我觉得来的时候 一个钢丝 现在我看仨钢丝 现场有80后 好 好 许多80后 你们想挑战王石吗 来 好 您 王先生您好 我是一名学室内 设计的学生 然后我想问您一个 轻松一点的话题 就是我非常好奇 您的家庭的 这个装修风格是什么样的 然后能给您带来一个 怎么样家的感觉 而且我还感觉 就是您之前说的 那几个感谢 是不是应该特别地 加上一条 就是感谢您的家人 在2008年 对您的支持呢 来 谢谢 我实际上刚才来讲 是几个歉意 几个对不起 是吧 当然你刚才说 如果要感谢来 当然我感谢我的家人 那毫无疑问 是吧 那咱们不要这么催情 赶快转来讲 就是说你提这个 你身体内 带有一个个人生活的 风格的事 我 我是到深圳 是84年到深圳的 那是 先后是买过三套房子 那么第一套房子呢 是 就是一房一厅 那当然现在回忆起来 那个 有一个装空宵的 一个窟窿 我女儿当时住的 都晚上吓得 哇哇哭 是吧 那个印象 那房子 没什么留恋的 那第二套房子呢 是叫Town House吧 我在那住了十年 那五年前呢 我搬到海边 200多平方米 也不是很大 那 我有个地下室 地下室呢 是一个 我设计成一个拍眼馆 因为本身登山来讲 不仅仅高 而且还有技术 所以每天 我要住在家里 早上起来 我都在岩壁上 当二十分钟的蜘蛛 在自己 有一个放映室 放映室不是放电影 因为我自己 看前当中喜欢拍照 很多来 回来照片 来整理 当然卧室里的是 是面朝大海 它缓起来 晚上可以听蛙声 早上可以听鸟叫 再听着海盗的声音 那我睡觉呢 只要听到海盗 就非常非常安稳 就想到了童年 想到了 就屋里当中 有一种感到 在躺到母亲的 子宫里的那种感觉 当然装修呢 我是比较喜欢 现代的东西 它一定是很简洁 它就是说 少就是多 线条是极简单 极简吧 再一个 我比较喜欢木质的 但是不像很多家庭呢 都弄得很多的 一层木头的装饰 因为第一 我觉得是交情 第二 大家防火也不安全 就很简单吧 但是希望晚上睡觉呢 窗帘是炎炎的 不要看到阳光 睡得很晚 以书为伴 我听起来这个家 完全是按照您的需要 和您的生活来设计的 那您太太在这个家里 她的空间在哪里呢 我当蜘蛛 她看蜘蛛嘛 是她最好的观众 来 第二个问题 因为我看到 您在生活中呢 是一个喜爱冒险的人 那其实冒险这件事情呢 是一个风险很高的一件事情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 您在生意里面 怎么把这种冒险 放在您的这个生意里面去的 实际上人出生出来 就是一种冒险 你自己想想 多不容易你能从 从父母向事恋爱 如果他俩恋爱的 你不是任何其中一方 一定出生的不是你 是吧 相对这样的冒险来讲 实际上 我觉得它只是一个 看法问题 我们这个民族是 已经太内敛了 太不愿意冒险精神了 比如说地球上的 从航海大发现以来 一些任何的一些新的发现 和我们的民族都没有关系 登珠峰已经是 五十五周年过去了 已经两千人登上珠峰了 但是我们中国人的呢 差不多现在应该说 有一百人了 两千人的有一百人 就是二十分之一 但二十分之一 这些盘登的路线 基本上都是传统路线 现在登珠峰已经有 二十多条路线 一个叫反季节盘登 就是说最难登的季节 就是登 再一个无仰盘登 再一个非常难的路线盘登 但我们中国人这两百人呢 全是这种传统路线 包括我明年准备盘登的 还是传统路线 所以我们现在这个民族 不是探险精神太多了 而是太少了 实际上万科也是一样 那去年的一年 大家看到惊刀骇浪万科 对大家不降价 你降价带来这种 一系列问题 这种险是应该承担的 应该去做的 再一个呢 就是说在过程当中 你绝对不是去玩命 漂流可以上之 六十三岁的清华教授 下之十二岁的六年级学生 你说他有什么危险 实际上万科做的东西 不过冲击量 就是二十一世纪时代的 金沙经漂流而已 它是实际从梦中讲来 就是安全的 当面部我们80后 这个比较找熟 而且又很焦虑的 这个年轻的一代 你有什么样的建议 你拿着站面来宣布 说王石你被PK掉了 完了我再拿个封信 忍着眼泪我不哭 怎么怎么的 那我真是做不错 对于下半年 房市的一个走势的话 您是怎么看 现在网上有最流行的一句话 问政策找任志强 问市场找万科 不是典型的隐私的 我听说您到哪儿 特别喜欢参观墓地 他不是说 我到哪儿就喜欢参观墓地 旅游到的一个内容 人生就是一次 长城的曝光过程 我是出差 回来在哪儿 都随身带着 篮球已经成为 我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真的很厉害的人 一定是把眼前的东西 当作最重要的东西 好 当您面对我们80后 这个比较找熟 而且又很焦虑的 这个年轻的一代 您有什么样的建议 可以来讲说 对于80年代认识 实际上我在谈话当中 都没法回避的 这样一个话题了 因为我的女儿也是 80后 因为第一就发现 他们 自我当中 就是非常勇于表现 敢于竞争 这是恰好 使我们那个年代来讲 就缺少竞争的 你比如像我来讲 好像是竞争很成功 但是在这方面 是非常爱与面子 比如说你要让我 倒是去PK去 十个人往那一站 说两人可能要我 你下去吧 最好来讲说 十个人都下去 完了之后宣布 八个人 还留下八个人 八个人上来 那两人PK就不见面了 我们那一代绝对是 这样一个认识的 你哪能占面了宣布 说王石你被PK掉了 完了我再拿封信 准备好的PK掉的 可以忍着眼泪 我不哭 怎么怎么的 那我真是做不错 但是他们 80后他们来讲 对不对 无所谓失败 我争取了 不求永远 但求表现 刚才我们这位女同学说 她自己好焦虑 那我们再换一下 说来讲 就是说焦虑的 那不是80后 也不是90后 焦虑的是70后 60后 50后 包括40后 都在焦虑 反而面对现在 焦虑这些问题当中 显然 我相信80后 比90后 比我们要处理得好 就刚才我举那个例子 在这种生态环保 我觉得是我们这种 过来的人 是有资格 来做这个事情的 我们怎么看的 我们怎么责任 我们就是 能力越大 责任越大 我们要做这些事情 突然发现 就这么一个 环保工程师 次之 在昆明 搞地下水的研究 他的小孩 两岁 他把他 工作五年 按揭 买了套小房子 卖掉 完了 用了这钱 来做这个公益活动 租了一个小办公室 晚上住在办公室 说这个 你看 你说我们觉得 它非常伟大 我们都做不出来 你再问他 你到底什么 从上的数据 他说没有 他说我选择这种生活方式 他说我就愿意这样做 这是80后70后的回答 所以你说你还有什么担心的呢 你不用担心 他们一定会比我们做得好 加油 最后一个问题 王总 我就想问你 我近段时间 就是看一些新闻类的报纸 就是说像上海这种一二线城市 它的近期的房产市场的供应量 上升得很厉害 你是怎么看 你对于下半年房市的一个走势的话 您是怎么看 谢谢 现在网上有最流行的一句话 就是问政策找任志强 问市场找万科 反正你总算谈到我的行业了 问科是我们一季度 我们一季度的销售量是63个亿 已经完工的库存量是61个亿 只能满足我一个月的销售量 你说我这个库存是多了呢 还是少了 第二个问题 大家都非常让我来谈对下半年那个预测 那我给你一个标准答案 就是公关部呢 就是新闻发言人告诉我答案 就是万科呢 对于今年的走势 不经意有定性分析 也有定量分析 怎么看我们心中有数的 但是我不告诉你 谢谢 谢谢 最后我给大家一个看图说话的机会 先来看一看这个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王石先生 他过去这一年都走过了哪些地方 《黄石日记》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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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写万里边的 hippie 望望一万尺奔的 中的自由的世界如此的清澈抱怨 神态我用不到灵魂 Golf Actry Alpha 蓝莲花 优优独播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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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放 优独播放 听其言观其行 我最后问一个问题 王氏先生的24小时 都在我们的眼皮子底下 其实不尽然 肯定还有很多 我们不知道的秘密 那当然 那隐私嘛 那哪儿呢 隐私就不 就不就 你问隐私我不回答 不是典型的隐私的 我听说您到哪儿啊 特别喜欢参观墓地 他不是说这个 我到哪儿就喜欢参观墓地 说看墓地 是我旅游的一个内容 你到东京的 你到东京的它最高的建筑物上去看 它所谓那个六笔木 六笔木那个 六笔木山 深大厦 你会看整个东京 基本没有什么绿地了 小片绿地是什么 小片绿地就是墓地 也就是日本这个民族呢 它是生活 它和墓地一直连在一起的 就是在墓地旁边是高级社区 所以它目的 它是生和死呢 它是互相交流的 中华民族这个对这个死亡呢 对这个墓地 它是很忌讳的 它除了清明节之后 去扫墓之外 其他是和墓地没有关系的 到西方去看 这就更明显 比如说你到斯德格尔摩瑞典 是有一个墓地是 上世纪二年代建的 现在被列为联合国科教文 列为世界遗产 我专门到上去看 你到那里 你感到那就是在天堂 你在沉睡 换句话就是说 你的生死观是不大一样的 会之生 焉之死 我有这个好奇的问题 是因为前几天 坐在这张红沙发上的 李开复先生说 他的人生爱好 是给自己写墓之名 隐私 很简单 很简单 我来就讲 我举两个例子 就是我很欣赏的 一个是我崇拜的伟人 周恩来总理 他没有墓地 也更没有墓碑 当然没有墓志明了 他是这样把他的骨灰 撒到大海里面去 再一个就是 是法国前总统戴高乐 他是二战的英雄 之后组织他 组建了两届的法国的共和国的总统 可以说他在法国的现代史上当中 是几度轻松的 我记得他的死亡的辅告 当时参考消息 很小的一块 就是在他的家乡 没有举行国葬 也就是幻想已经原理脱离这个社会的视线 在他的家乡一个小的教堂 请了他的生前的 极个别的几个战友 举行他的葬 那我呢第一步呢 实际上你们没有注意到 我说我一定要 要从这个喧嚣的社会当中 要羡慕 提前羡慕 不要说将来 你再离开社会上 再给这个社会上 引起一个干扰 是戴高乐式的 还是总理式的 我不知道 但是我相信是没有 孟志明 是无所谓的 你就是你来了 你做了你应用的表现 你应该主动都去羡慕 不要被动 羡慕之后呢 不要再 既然羡慕了 不要再干扰这个社会 不要再因为你引起 社会的某种的 包括感情的浪费 资源的浪费 至于别人对你评价 我觉得不重要 谢谢人给我们分享了 我突然觉得 今天这期节目 怎么就像的 说我已经盖棺并论了 我们好友 以前生活当时 总觉得包袱挺多 焦虑挺多的 跟王世杰人 这么聊完天之后 觉得其实都没什么大不了的 既然他还要更好的表现 他的人生刚刚开始 实际这个博士堂 最后这个结尾 让我感到很意外 谈到生死 我很想再讲个故事 和大家分享 露不露不重要 你也掺带这条路 来 这条路我们怎么走 我去年登 这个西夏邦马 是在海拔 五千八百米的位置上 晚上吃完饭 队长就进来了 就说 王总 有客人来看你 我就一愣 说在那个地方 哪有客人来看我呢 果然进来两个人 其中一个呢 一看就介绍了说 是北大山鹰社 前社长刘延林先生 他告诉他为什么要来 因为在六年前呢 北大山鹰社 登西夏邦马 西风的时候 他们那次雪崩 遇难了五个北大学生 那他们第二天 就把这个杯建好 建好他们就走了 因为我始终里 有个心结 和北大山鹰社 因为六年前 他们遇难的时候 我正好在德国 中国国家登山队队长 王永峰给我打了电话 就说出事了 就他们马上要组织救援 去救 但其中提一个问题 就是说 好 这个经费没有落实 我就说你们去吧 我说这个经费 我来负责 但是很快就发现 就五个全运难 自那个杯建好之后呢 我每天都去看 看了我带着相机 太阳出来的时候呢 我就拍那五块牌 五块金属牌 拍拍拍拍 怎么拍 他们那个图像就出不来 就一趟我突然发现 照片的时候发现呢 这个金属牌上的 这个头像是我 一下就 我就愣了 我在想 实际上在这之前 我一直 是把这五个人呢 和我没什么关系 只是他们是山友 我觉得他们 遇难了 我们值得纪念 但突然想到 看着我来 就好像我在抠问我自己 这个中间其中一个 假如是我 我知道我要去登山 我可能90% 百分之百遥遇难 我会不会去 我就来抠问我自己 显然我得了结论 我会去的 因为山在那里 不是 因为什么 就像我刚才已经表达这个意思 就我们民族呢 缺少这种精神 这五个人 这五个人生命的价值在什么地方 就在于 实际上他们就是在民族的一种先驱 虽然他们很年轻 作为个人 作为家庭是悲剧 但做个民族 因为他们 他们的行为 换起了大家的安全登山 换起大家继续登山 我觉得这个价值就是无限的 这山音的精神就永存了 只不过说他们去了 他们去了 他们是什么都无意识了 但我们有意识是怎么想的 所以就是说 我换在他们的身上 我是不是也应该去 我当然应该去 他们二十多岁 二十岁出头 我已经五十多岁了 已经六十岁 我的人生丰富 多个面 都比他丰富多了 我觉得我当然应该去 所以从这片镜子呢 我觉得是在照我自己 就照我下面应该怎么走 这是我觉得面对生死的很重要 我真的感觉是这样的 小燕 祝您在2009年一切顺利 然后把所有的山都爬完 所有的海都去完 然后把那个纪录片都给我们留下来 让我们看看 他今天想要看到这句话 叫欢迎回来 其实爬山也是 大家都希望看到活的回来 包括去年的 我们的节目最后是要送一个礼物 您给我的感觉像是一个行者 行者王石大道质简 大步向前 谢谢 祝福你 谢谢 你出过的地方是比较偏僻的 那么当时这些本地人 对你很好奇呀 老内的看得老啊 比较傻一点的 很多人会过来摸摸你的皮肤 看一个白人的皮肤 有什么感觉和我们不一样吗 你就让他们摸吗 看情况 其实这个有点舒服 不是说老实说 情况是跟年龄性费有关系吗 不要提那个敏感的问题